那这时候最恐怖的就是说 美国对台湾没信心的时候 他出手就很重 他已经快要把台湾搞成动物园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有建议我们台湾变成毒蛙的 对 台湾变成青蛙 然后还有刺猬 对 还有什么豪猪 我们台湾美丽宝岛 美国人希望我们变动物园 还有更荒谬的一个建议 而且是美国前国安顾问 要说你那个刺针飞弹 美国赶快拿到台湾来 发到哪里去 发到派出所里 每一个派出所放一个刺针飞弹 这些我想就想请问那位前美国官 你美国警察局是不是能够 每个警察局放一个刺针飞弹 你自己不做的事要别人做 这是安全极大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对台湾 口里面一直讲 煎肉磐石 如何如何防卫台湾 可是给我们的建议 对我们台湾不利 我们不要做动物园 我们要做一个宝岛 我们不要变毒 我们也不要那么多武器 放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要把怎么样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 对外的两岸关系把它做好 都需要宝贝 我们要做一段时间 要做一个宝岛